咱们聊聊这个济宁的大安机场 自2019年开工建设以来 整体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后期阶段 目前正是保证施工进度的关键时期 咱们一块到现场去看看 在济宁远州曹河镇西南方向 济宁大安机场的施工现场 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今天那个进行的主要是 外部木枪安装以及内部装装修 目前济宁大安机场 整体施工已经进入后期阶段 现在场内有1000余人 就是说在场内紧张忙碌 确保在6月底交付使用 就经过飞机试飞 以及综合验收以后投入使用 朱经理介绍说建成后的机场 将拥有2.8万平方米的航站楼 16个机位的站坪和一个除兵坪 一个隔离机坪和2000平方米的航管楼 为确保施工过程不受疫情影响 向我们积极响应当地防疫政策 保证施工按计划进行 根据当地政府的防疫政策 及公司的防疫要求 向目前只留两个人员 及物料进出的大门 并处于长臂状态 严格安排保安24小时职守 严格记录流动人员信息 工程按照年旅客吞吐量 260万人次 或有吞吐量7000吨目标设计 飞行区等级指标4C 建成后将成为 衔接沃省鲁南 金户 等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的重要枢纽 锦灵大量机场 对于完善全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和民用机场布局 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特别是文化旅游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先是去年的高铁站顺利通车 今年又新建了一座飞机场 一手防控疫情 一手保证时空进度 哪方面它都不能放松 我们就共同期待机场的建成 到时候这儿的朋友出行 那是真方便啊 感谢观看